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来做第二期的一个笔杆对比的一个视频 那这一次呢,是所有的一个金属杆 然后眼睛犀利的观众会发现一个事情 会有一个材料是没有的,那个黄铜 那黄铜是这样子的 没有,你不是特别喜好的话,我真不建议去买 那这里是一张那个观众,以前一个观众发我的一个 这一支还是Caveco的,一支还是七八百的那个照片啊 然后你看久了养化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味道啊 他当时跟我讲,但是我忘了 所以说黄铜的那个,如果你真,除非你真的很喜欢 而且不建议那个味道,我觉得你可以去买 不然的话,真心不建议去买 那个养化了,你一两次好像很很有意思 但是时间久你发现这个东西太淡疼了 好,那这样子 那首先这里是四根杆 那前几天看到都知道这个太金属 然后这里这一支是银的 然后再下来铝合金,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不锈钢的 那按照,呃,其实我可以拿一个笔帽 然后去给你们来看一下那个,就是这个东西的一个重量啊 但是每一个笔帽嘛,他用料你看这个这么薄,这个这么厚 其实这样子笔是不太那个不太准的,说实话 然后我尽量,我照样给你这样放吧 然后让你们看一下一个呃,重量吧 正常来讲的话最重应该是这个不锈钢 然后呢,再下来是这个太合金 太合金再下来的话应该是呃,应该是银 然后呢就是呃,然后是这个铝合金 照理来说应该是这样的,我我我照样给你们放到那个上去看吧 但是其实这个不准,因为用料都不一样 而且外形又不一样,没办法,没办法去平 有些里面还有塑料套筒的那就更难比了 那11,这个容量然后这么薄,11.1 要做到这么薄,那你看这个用料,折厚,这真的折厚 你看这个,15.1 但是你看完其实它这个厚度吧 你看这个厚度以及这个体型,其实它用料是比这个要多很多的 可能是说看起来应该是有1.5倍左右的 就是目测,然后这个你看 11,然后再下来这个笔帽 这个笔帽无可置疑的,用料肯定是最多的 虽然说这里撤了一大块,但是这个这个比较应该也是那个铝合金的 然后你看 11.2,所以说大概能平出来 但是最最最最轻的应该是铝合金的 因为现代建筑材料基本上都是用这个铝合金 银的话它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轻了 说实话,然后这个钛最后这个不锈钢,不锈钢最重 但是这一支是短钢,所以说不是特别明显 如果这一支变成这样子,那是非常重 这一支已经是40了,超级重的 好,那我们先讲一下这几个一个材料的一个差别吧 首先我们讲一下银吧 很多人想知道银 银的话有一个问题啊 如果有看过我视频都知道,其实这个的话 要经常抛光,我现在很少用就是因为我不想拿来抛光 你时间久了有黑点黑点,然后就变黑了 这一支就是这样子 你现在看是不是非常好看,非常毒 你看,闪亮亮的是很好看 但是不太建议去买银的 虽然说真的好看 但那个你每一次抛光起来 你会发现非常的一个吐血 然后再下来最建议还是这个不锈钢的 因为比如说你买久了不锈钢的话 如果它重量可以的话 基本上就是不会有很大的差别 就你买10点可能它差别都不会很大 然后再下来了这个钛合金 钛合金有一个问题啊 你我在那一支拿密鼠那边已经讲过 就是如果是同样这么多的一个材料用在笔上面 它的那个重量差别真没有那么大 如果你是用在飞机那么大型 这么多的材料的那个差别就真的会很大 就是要看本身那个东西的质量 如果质量不是很大 像比这种质量这么小的 它不会特别大了一个差别 而且这东西超级难加工的 所以说它完全是一个自三岁的一个东西 像有很多的如果细心看的那个人 看到你看它这里车其实不是很顺的 你看这里 但是你看这个不锈钢的 不锈钢已经算是比较难加工的 你看这个线条是不是很顺过度的 这个就是不锈钢因为硬度没有它大 它这个东西硬度更大一点 然后再下来了性能最好的应该是铝合金的 第一个你看 如果你在不锈钢或者那个 钛合金上面做这个东西吧 这个你看这里上面的这个车销纹 你看如果我估计你要在这两种材料上面做这个 你绝对会吐血的 因为这个东西很暖嘛 首先铝这两个是偏硬的一个材料啊 那而且一个铝合金的话有一个缺点它会氧化 我现在这一支是铝颜色的 如果我放了可能我不知道多久 可能一一年左右把它估计就变成非常灰的一个颜色了 那有经验的一个观众你可以上网去查 那最恶心的就是这个 所以说如果你买这支 我建议你去买那个就是有颜色的 那个是有一个涂层 就那个颜色是一个涂层 是做一个保护用的 这个原色的话你用久它会氧化 当然你要抛光也可以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我自己是长时间用笔的一个人了 然后就是我选的话 我比较喜欢我拿上手直接用 我就单纯的书写 而不是在那边一直玩笔 那所以说真的看你个人了 那四种材料的话性能最好 那肯定是第一个肯定是不锈钢 然后再下来这个是铝合金 但是铝合金还有个问题 很多人都知道我第一支是五亿两品的那支钢笔了 五亿两品的话 它那支我现在已经认了 因为它那个笔帽 有看过的知道这个地方就非常薄吗 它笔尾的那个地方 或者笔帽的这个地方都非常薄 然后我那个用了可能一年左右把它就变形了 然后你现在我这个卡价是不是很顺 那支是要用点力才能进去了 所以说就已经报销了 就是过细了做的 然后再下来的话第三个的话 我可能会银合钛合金的话 说实话这两个我都不是很推荐 我只推荐我只推荐这两个材料 这两个材料我真的不推荐 除非你真的是有一种就是你自己想就尝试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 但人不买我建议不买最好就是不锈钢 然后再下来就是铝合金 但铝合金现在看是不是很亮 它时间久就不会 然后呢国产的那些不锈钢笔吧 特别是老笔那些 它跟百乐的这个不锈钢吧 百乐的是偏黄的 然后国产的那个是偏白的 我不知道国产那个是不是白色 这两个材料的混合版了 所以说它那个钢材是偏白 不然正常的钢材应该是这个颜色才对的 国产那个比我所有说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但那选择的排列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反正能不锈钢一定不锈钢 然后再下来铝合金 但是铝合金要不接氧化 但是它好处有一点就是说它非常轻 它能在同样的一个大 跟一个树枝的一个大小情况下嘛 就就普通的树枝比啊 能做到一个差不多的一个重量 你看我这只整只下来吧 就是 整只下来 41.2 你看这只 53 53左右 但起码是说它这个重量来说的话 我哪一只 那我这一只就是海运这一只的话 它其实就是黄铜的里面黄铜心 然后再镀漆的就海运的就是这样子一个金属 那你看黄铜的那肯定是更轻 但但这个的话是喷完漆的最好是选这样的 那如果是说要跟那个800比的 其实800也算重量算28.8 你看铝合金的话 它是能接近就是那个塑料的一个 呃怎么塑料的一个重量的用起来的话 相对来讲就是你会觉得一个这么轻的东西 我怎么握着一个这么硬的一个东西 你会有这样子一个触感 像这一只的话你完全不会啊 这个笔尖正在跑 然后我就泡着然后顺便做这个评测了 那你看你这么去捏 就是金属的笔握 虽然说它有一个好的配重 但是整根金属的话 你用起来你会觉得呃 非常别扭 那 再下来了就是呃 短杆的话就无所谓了 就它没有像这种 它没有那个笔握的一个问题了 但是像那个这个呃 铝合金就一体化的 或者这些的话 你如果看很多国产笔的话 它这个是特别细 还有那个手工笔 就是我一样这么粗的感 然后这么细的笔握 那买这种就是金属的 或者木的这种车销类的一个笔吗 它跟塑料不一样 那所以特别注意 就是一个笔握的一个厚度 然后银的这个我觉得基本上买吧 就是说啊 我想有一个银笔 或者是说某个品牌 他好像是那支什么 红点的那个银棍是红点吧 然后派克的银斗 呃万宝龙的那个垂纹银 那基本上都有某几个一个 自己一个需求了 那这个就不去讲了 好那大概就这样子 反正就是第一个不锈钢 第二个铝合金 第三个钛金属 那这是我觉得材料好的一个排名 然后实用性也是按这个来排 那今天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 那个下面给我留言 那有什么我漏讲了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